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拿某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大家晚安 我们上次讲到就是在五十首的记子当中啊 就讲到无心事秋月 必谈清教节 无物堪彼伦叫我如何说 那叫我如何说的原则下呢 我们还是就会用那个华言经的部分 因为众生呢不说他不清楚 那也许他还是不晓得菩萨的境界是怎样 那所以我们用华言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就知道菩萨们在忙些什么 那我们先回到那个华言的离世间品的部分 那华言离世间品的部分呢 我们之前有讲到他的这两首记子 那其实是一首啦 也就是版本的不同 所以他有不同的呈现 那不管怎样呈现 其实都是一个菩萨的境界 这边有菩萨清良月 由于必尽空 垂观照三界 其实菩萨的本身都有观 那这个被造到其实都很 那个菩萨的一个慈悲啦 那有些人会认为我们身边没有菩萨 那其实以菩萨来讲的话 我们常常开玩笑 其实有很多时候菩萨 因为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当中就有说 你如果需要什么声他就实现什么声 所以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实现 像在佛桌上面的那个菩萨才叫菩萨 那我们可以就菩萨这两个字再重新定义一下 那个怎么定义呢 只要能够减少众生的烦恼苦恼 还有他的一个忧愁 这个这样的就可以叫做菩萨 这样其实对菩萨的定义会更广一点 因为众生着相会认为就是说 菩萨一定是在佛桌上的那样子 或者是就算看到很多东西也要长得像佛桌上的那一个 可是事实上呢 以菩萨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菩萨是怎样 偏一切处的 也就是到处其实都有菩萨 只是我们眼睛呢 因为是一般凡夫的眼根在看这些世间 所以看到的事情都是大部分都是这些 着相的这些像上的一个像而已 那事实上呢 如果我们可以就是静下心来 如果我们能够就是刚才讲的清静 因为在第二首 第二首记子当中他有讲到 菩萨七两月禅游必尽空 众生心水静 有没有 当我们的心清静了 自然而然现出来都是菩提 那如果我们心一直跟这些世间当中的五欲当中 一直交涉的话 那所看的东西当然就是所谓的五浊二世 所以在那个寒三子当中 他一直点出的就是众生的心都被烦恼给揽着了 那没办法看到真正的菩提现前 这也其实跟金刚经当中讲的心无佐助而现其心很像 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心跟菩萨的心相应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就这样 很多的烦恼很多的那个就可以清静 那相对来讲如果我们心能够清静 自然而然就可以跟菩萨相应 菩萨相应 最近就有人写了一个 说他是很坚信某个人所讲的 如果能够跟佛菩萨相应的话 那自然就是说他自然会有很多的菩萨的感应 那其实真正跟菩萨感应是什么 其实就是这首诗啊 我心是秋月 必谈清静节 无物堪比尼 叫我如何说 这才是真正跟佛菩萨的一个相应 那也是跟佛菩萨的一个感应 那我们一般世间人所着相 所以一定要 例如说看到有些人看到菩萨看到观看到什么 这些其实我们讲了半天 像上一次所讲的华言经当中的一些记者 也都还是菩萨他们在身口意上面的一个收摄 那再来就是他对众生的一个慈悲跟爱护 慈悲跟爱护 这才是菩萨的一个展现 所以不要把很多东西都弄在弄在一种 就是一定要有很神奇很奇怪很怎么样 其实以菩萨境界他就是这样子 该修持的时候他修持 该做什么时候他做什么 事情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只是因为众生呢 他的心呢 有种种的那个执着懒着 所以他会有种种的抓取 那我们再往下看 这边讲到啊 如来净会水有没有 他一个清净的智慧的光啊 然后开敷菩萨花 也就是他用这样的光呢 照在菩萨那边 然后那菩萨怎样 能够成结果 也就可以开出菩萨的花 然后不着有为水 众生都在着有为 有没有像名利富贵啊 那种情感感情这些有像的东西 其实都在有为的范畴里面 有为也就是 都是因缘性和合的叫做有为 那如果非因缘性和合的就叫做无为了 那众生都是在着有为的水 所以我这边告诉大家就是这样 不要去执着这些有为的水 然后让那个众生能够怎样欢喜啊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你能够减少众生的烦恼 然后减少众生的这些懒污的心 能让众生生欢喜 这就是菩萨了 这就是佛菩萨了 所以这边也讲到执心为种子 这很重要 常常人都是想太多 所以跟他讲说这样修行好 是吗可能吗 跟他说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做 或者是说有这样的像这个寒山子就讲了 他也告诉大家对这世间的看法 其实以佛菩萨角度看众生在忙 就是都是在忙这些啊 所以如果有佛菩萨的角度在看这些众生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那众生因为心里有很多的思虑 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想法 像有时候啊 我们觉得一件事情本来很简单 就这样子 事情就这样子就可以解决了 可是因为众生的很多想法 就让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 所以一般的众生呢 他因为想很多 然后又怕被骗又怕怎样 我们常常说 其实像修行的部分骗你骗七天 你打个禅气骗你骗七天 也没有所谓的钱财的问题 不如去看看 那想太多 没办法执行 那变成就是妨碍障碍自己 就是一种障碍 所以执行为种子 人家常常说执行为道场 像你有任何的修行的禁忌 或者是任何的怎么样 其实都是讲执行跟平常心 你有看到 你有在受戒之后 你有听到有人会告诉你说 这个对 就是并不是有人 就有声音告诉你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错的 其实这些都是很正常 这只是我们在清静下 一个可以 就是感受到我们 第七意识的一个提醒 这些其实都是执行 如果我们心能够执 然后能够不跟这些烦恼 不跟这些揽无相应的话 自然而然就有他的境界呈现 那有人说那师傅没有境界 是不是就代表 就是修行上面功夫没有下足 对 修行功夫有没有下足 这个要问各位同学自己了 那但是修行的境界其实是这样 有时候没有境界也是一种境界 因为你在修行过程当中 有时候那个境界是怎样 他就是一个呈现而已 所以不用去教 就是追求什么境界 好 那最重要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 自己这颗心 收射好管好 自然而然该怎么样 他就是自己会这样 视线会感应 那如果没有感应 就是管好我们这颗心 不管任何的视线也没有用 对不对 好 那除了执行以外 他有讲到慈悲 慈悲为我们的根根牙 就知道慈悲很重要 对众生的一个慈悲性 好那 慈悲背后要有智慧 智慧很重要 所以后面讲到 智慧方便经 为什么还要有一个方便 因为众生他的根器 还有众生想法太多了 所以单单一种方法 是没有办法度所有的众生 一定要有很多种法 所以你要看众生的根器 这个背后都需要智慧 那慈悲背后也要智慧 像很多人都会认为 很多事情 这个不好意思 那个不行 怎么样 可是事实上 我们如果以智慧的角度想的话 我们也要减少这样 让众生造业的机会 有些人认为说 他 别人占了他一些东西 没关系 师父 我们站在菩萨的立场 要慈悲 那慈悲就是怎样 不要计较 其实这是错误的 所谓的菩萨的慈悲 我们也要让众生不要去造业力 当然是尽量 有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智慧 擅巧方便 让众生能够再造 就是说 转他的造恶业的心 能够最起码能够 让他做一些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六度当中的布施 我们有讲到 布施除了我们自己学会布施 还是要教会别人布施 那相对的 众生的那些就是 贪的心 我们也要让他就是有所转换 有所转换 这就是菩萨的一个怎样 智慧方便的一个呈现 所以我们刚才讲 只要能够 让众生的烦恼的心 然后还有他的一些 雅览的心能够转为清净 这其实就是菩萨 所以菩萨不要去献于他一定要 献出菩萨的形象 一定要怎么样 那其实周边 所谓种种的因缘性来讲 或是周边种种的这些善知识来讲 其实都是菩萨的一个视线 好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那这边禅业 朱花 朱明花 禅定力还是很重要 不是很多东西都 像有些人说 修禁就不用修禅 那其实你在修禁当中 你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 那所谓的一心不乱也就是 我们的心怎么样 清清楚楚 然后没有被外境所牵着走 这才就是 这就是所谓的一心不乱 所以心必须要有定 那你念 像你念佛 或者是诵经 才能够很专一的去念经 所以这边讲到的 长叶朱明花 也就是禅定力还是很重要 那一切自为果 一切自指的就是佛 那如果我们可以刚才讲的啊 这些该做的做 也就执心慈悲 然后还有度众生 这些五度 这些我们都去做的话 自然而然这样 就是朝向成佛的这个果 就是朝向成佛这个果 那法术神力鸟呢 朴父这样 三世间啊 对不对 刚才不是讲了吗 我们众生着相 所以一定要 菩萨的视线 菩萨长得像菩萨的人 所做的这些事 那个才叫做菩萨 但是他这边讲的 不一定啊 像法术啊 或者是神力鸟啊 这些种种的 不管是我们所认知的当中的植物 或者是出生道的出生 有没有 只要能够让我们的心清静的 能够让我们在看到 例如说有些看到那个佛像很专严啊 有些人看到那个外 就是植物界的这些很清静的这些静啊 心就能够清静下来 这个其实都是怎样 菩萨视线啊 我们现在讲那个华严经的离世间品 还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以菩萨的一个角度呢 他没有着这个像 所以他可以做种种的神变 那众生着相 所以一定要长那个样子才叫菩萨 那这就是众生的一个执着啊 我们不是常 之前有说 有一个人他遇到灾难啊 然后他就说 祈求佛菩萨的帮助 那有人就派了船来接了啊 他说不行 这个不是菩萨 我要的就是菩萨 他视线来救我 那有人派飞机来接他 他还是不要 他说那个是飞机啊 他不是佛菩萨啊 所以他也不要 他后面就这样淹死了 然后再来说佛菩萨没有来接他 那所以 其实以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以看到这个经典来讲的话 你如果不着相 所有的这样 亲近 所有的那个正念 所有的慈悲 所有的那个 其实就是佛菩萨 就是佛菩萨 不需要去那样的一个着相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身时地为主啊 白净法为生啊 这就是破众生的一个执着啊 众生认为脚 脚的话可能就是 我们说明的两族啊 那可是呢 他告诉你这样 身时地为主啊 好那 白净法为生 所以你看到生的时候 就想到白净法 你看到足的时候就讲到身时地 好那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脚 随时随地我们都有这个设身的一个存在 那 就代表我们要怎样 随时随地的跟真实地跟白净法相应啊 好 所以真实地什么叫真实地呢 也就是所谓地义地 也就是成佛 成佛 那什么叫白净法 像那个有些 他修的那种就是 不是所谓的白净法 白净法就是清净的 为众生而有的法 那一般的 有些他们就 在修的时候就不一定是所谓的白净法 那 所以还是要 以佛法 佛所说的法为这样 为修行的一个根本 所以我们常常说就是有人说 我听谁说说说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们都会跟他说 麻烦请问一下 他所说的这个部分是从佛经的哪一部经典 里面出来的 那我们来看这部经典是不是有这样说 这就是为什么 因为太多种说法了 太多种说法 那中间就又讲到正念为谨底 那自首解脱定 也就是正念很重要 正念其实相对来讲 以修行的境界 他就是所谓的无念 就是一切都这样清静的 没有任何的念头生起 念念 其实念念都不动 所有的念头都不动 这就叫做这样正念 那自首 也很 我们讲到智慧很重要 那再还有 又讲到慈悲 那这边讲到 所谓的实意又古出 如果我们可以正念为谨底 然后自首解脱顶 然后慈悲鸣敬眼的时候 自然我们就能够契入到法界当中的一个实意当中 也就是法界当中的真实相 我们自然能够契入到佛的一个智慧 然后或者是菩萨的一个那个种种的视线 好那边就讲到菩萨的法师子能够怎样调伏一切魔 也就是我们如果能够跟 以菩萨来讲的话 他已经讲调伏一切魔了 大家看到魔就觉得很害怕 心魔一般都是所谓的心魔 也就是我们这些贪嗔痴的这些念头 所以你看他到了 讲到这边还是怎样 面对我们自己内心里面这些贪嗔痴的这些念头 所以我们看到他后面讲到生死为旷野 烦恼诸恶道 我们为什么会都在生死当中 一直在轮回 然后无边无际的为旷野 旷野看起来就是无边无际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些烦恼这些诸恶道 那边界为贼难 我们常有种种的邪见 有种种的不正见 所以这样那我们没办法出脱轮回 贼一般就只指的就是六 我们的六根 那个称为贼 六贼 因为为什么我们会称它为贼 大家知道像我们要入禅定 其实我们根根层交涉 一支一支交涉 会产生很多的想法念头 所以会乱我们的禅定 所以像这些边界也是因为我们的根根层 一支交涉一支交涉 然后就认为是这样 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世间当中的有 只有看到生跟死 就认为怎样没有下辈子 下辈子没有人看过嘛 对不对 所以就怎样情成断见 我们就认为我们就只有这辈子而已 没有下辈子了 所以很多东西的一个邪见跟观念 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六根 所以他这边讲边界为贼难 也就是都是我们的六根交涉 然后没有清清楚楚 没有用智慧去看这世界 而是用这六根去看世界 就会产生很多的边界 所以菩萨用什么看时间 智慧 智慧 他这边讲到吃忙 迷正路 吃跟忙其实就是一种形容 我们的愚痴 对这世间的执着跟抓取 认为他是为真实的 所以在这世间上的抓取 让我们迷失道路了 在韩山子一部也常说 我们他家的那条路有没有 看不到人 无人烟 然后要找一个真的能够一起讨论佛法的 这样也很难啊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因为众生都是这样 被这世间法所迷惑 所以这样 没有办法真正想要修行 好 那可是呢 菩萨大导师呢 见彼迷 迷迷者 也就是说 有些菩萨们看众生这样 被迷惑了 所以开示这样 其正道引致安稳处啊 让众生能够心能够安稳 这个就是安众生的心啊 同学会说 师父不是说没有心吗 可是如果众生认为有心的时候 还是要给他一个安稳处啊 对不对 所以 说法 一切法都这样 不是法 可是 没有这一切法慢慢的坚引 众生怎么肯修行 你就告诉众生说 你已经成佛了 你本来就具足了 这样一句话 如果都有用的话 那这样 众生都成佛了 但是不是啊 因为众生还是执着抓取 这世间的这些种种 就像他听到的正法 他也好像在听一个故事 还没办法去引发 他真正想修行的心啊 所以 像韩山寺 我们为什么 在刚开始讲课的时候 一直讲 韩山寺很慈悲的原因 就在这边 他开演的就是这世间当中的 这些烦恼啊 这些忧愁啊 让我们看清楚 这世间原来 大家都在沉溺在这些烦恼忧愁当中啊 可是怎样 执着抓取认为这世间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抓取这世间为真实 认为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透游禅山寺的种种视线 告诉大家 原来这世间 你看福祉 我们看四十九首讲的福祉 四川然后讲相思 这不是都是在讲这些世间 在忙的这些事情吗 那为什么要讲这些 就让他破众生怎样 对这个世间的一个执着跟抓取啊 你如果不破世间对 那个世间的这些众生对 这世间的一个执着抓取 同学啊 想修的人 没有办法这样 坚定自己的信心啊 今天也许听闻一下就觉得 哇好有道理 可是明天看到美子 看到这些名利 看到这些 那个父子 兄弟父母子 这些亲情呢 又开始这样 又迷失下去了 好 所以 要很感谢那个寒三子的一个慈悲 他把 菩萨是把 那个 成佛的这条道路 还有成佛的这些东西讲得清清楚楚 让众生能够向往去成佛 那 这个寒三子呢 他的慈悲 是在把世间法讲得清清楚楚 让众生这样看透这世间 想到要修行啊 好 所以 这是两种 其实 没有好跟坏 没有对跟错 只有众生他 接受哪一种法 那他可以想到修行 好 都是这样 能够怎样 吃 都是因为我们的痴迷迷正路 所以讲 要开始啊 要开始啊 好 让众生能够 真正的能够放掉这些啊 好 有没有 贪愧这些猪烦恼啊 惨恼害众生啊 哇 这就没完没了啦 好 像众生常常看到一些事情 我们就有时候开玩笑啊 早上啊 小孩子稍微 不吃早餐啊 或是怎么样 就可能 哇 就称心啊 很多东西就神奇了 那一下又看到那个 人家的 别人是拿名牌包啊 开豪车啊 那个贪心又升起了 好 所以我们的心呢 一直随着这些外境 一直在 在怎样 缴获 好 一直在缴获 好 像最近也有人啊 他就 嗯 其实呢 做 有时候是真的要看清楚自己的一个角色 好 那那个 那个女众也很可爱 好 其实他也只是人家做人家属下的东西 主下而已 好 好 那很多东西他会站在老板的一个角度 好 然后就会去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 好 所以他起了很多烦恼 因为他觉得老板都不太听他的 可是其实这就是痴心啊 好 那个把那个角色没有认清清楚 所以 烦恼就很多了 好 好 那我们有时候就开玩笑 老板干嘛要听你的 他付你钱还听你的 好 这好像一点怪怪的嘛 对不对 好 所以众生常常都被这些世间法 好 然后就给迷惑 然后就开始牵 牵着牵着牵着 同学牵着牵着牵着 牵着又一辈子了 好 牵着牵着又一辈子了 好 所以 每辈子每辈子就玩不同的东西 然后 大概都是忙这些东西 也都在忙这些了 好 好 所以我们看到无量的重 重苦患 好 所以寒三子他是把众生的苦患呢 讲的清清楚楚 也就是他用 我们 嗯 在那个 我们的课程 课程的大竿里面就讲到啊 寒三子是把事给圆隆了 什么叫把事给圆隆了呢 好 理事无碍嘛 那事要能够无碍才有办法路理啊 对不对 你如果事上你很多东西 看到处理这件事你也起贪生思 处理这件事你也起贪生思 如何由事来入理呢 对不对 那你事没办法入理的话 你怎么去圆隆 好 所以你必须要在事上面 你能够清清楚楚的了知 好 了知 像有些人修行他根气好啊 他说他本来看这世间的东西就好像是做梦一样 他只要放松的情形下他觉得 甚至他看在放松的情形下他看那个大楼啊 他觉得大楼都好像是海市圣楼一样 好就好像在做梦 本来人生就如梦啊 他说在修行之前他会不晓得为什么他会有这些种种的感觉 好 那可是他在看佛经之后啊 或是在看经典之后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根 根层没有那么多的交涉之下 有没有那个菩提现浅啊 菩提现浅啊 知道一切怎样 如梦幻泡淫啊 可是如果用世间人的那个想法来看的话 一定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怎样 那个说不定又跟寒山子又同样症状 所以众生在看事情就很可爱 因为众生的那个角度和立场就是这样子 那可是引用菩萨的一个记忆场的话 世间本来就这样 那看众生 还想玩多久 好 那他这边讲到啊 无量众苦患啊 长夜而逼切 那个哇 那长夜慢慢 每天每天的 好 最近有听到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这一次的感染感染的那个病毒啊 听说往生的时候还蛮痛苦的 因为他说那个肺部他们会充满黏膜 那又是很清醒一下 然后又没有办法呼吸 所以那是很痛苦的啊 很痛苦的 这种产业那种逼 那种要面临到那样的 然后没有办法呼吸那种那种恐惧跟害怕 所以听说那个医生说 那个他们在往生那个病的 都都是很痛苦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后面看到菩萨健疲苦啊 未发大悲心啊 所以这些种种的像呢 其实这些也是菩萨视线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 同学会 为什么就会有这些疾病的出现呢 其实就是告诉同学这样 无常啊 如果同学不休息 生生世世都是这个样子 忙这些忙那些的 然后就遇到就是 不外乎就是生老病死嘛 那唯有同学觉得 真的哇 人生真的是 就都是这些苦啊苦啊 然后就想到怎样 干脆怎样 我们发愿 所以发愿很重要 射红誓愿嘛 都是在要度众生 那以这样的立场 跟菩萨的心相应 这样来发愿 好 所以据说这样 八万四 大概讲了这样 八万四千种法门 为什么 同学 那个众生需要嘛 对治 然后好像忌妒之啊 那菩萨为法完 这道化众生啊 菩萨其实都在忙这些 都是怎样 就是上言佛土下化众生嘛 除了他在专严他的佛国净土以外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度众生啊 所以远恶修修众上 就远离这些恶啊 然后来赶快来修行啊 就一向求菩提 这其实都是菩萨 他都是在忙这些 都是在忙这些 所以他做些什么东西 他就如实的告诉大家 他就是在做这些 那同学如果我们也想跟菩萨相应的话 那人家菩萨怎么说 我们就这样 就怎么做嘛 对不对 那菩萨怎么样看这世间 我们也这样 就这样子看世间啊 那所以大家一般在看到 韩三子这个前面的几首诗的时候 会觉得哇好负面哦 那个心情很不好 可是其实同学想看看 我们世间当中一直轮回 不是都是在忙这些事情嘛 都是在忙这些事情嘛 那你站在菩萨的高度来看的话 这些事情不是就是 这世间不是就是都是这样子嘛 像后面五十一首相思 夫妻呢相爱 可是这样相爱的人也不一定能够相守啊 不一定能够相守啊 所以都是苦啊 对不对 不相爱本身就是苦了 可是相爱又不能够相守 那也是一种苦啊 那也是一种苦啊 那菩萨很慈悲一直这样 八万四千种法门 所以同学有没有看到菩萨的慈悲啊 那个韩三子告诉大家这样 五物堪彼伦叫我如何说 对不对 可是这样 华严经里面那个菩萨就很慈悲 告诉大家这么多 赶快修行啊 远恶修众善一向求菩提 那一切怎样 诸佛所受自在自己啊 那就是一样 在佛一样 我们那个所说的自在有没有 众生的所讲的自在 只是稍微比较有空有闲 就叫自在了 对不对 可是以佛来讲的自在呢 是怎样 已经超越生死 而且他没有任何的怎样 自爱性 这才叫自在 管施诸圣 真啊 令这样 令聚七绝宝 那清静戒为可啊 然后那个 精静以为福啊 三 三昧正寿王 三转静法轮 这些都是在 一样啊 这就是六度当中的像 慈戒啊 精静啊 这些啊 还是在这边 这个范畴内啊 好 那菩萨呢 他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 好 这些催灭足烦恼 外道这样 众魔怨 圣身的智慧海呢 正法 怎样一味水 好 那残觉宝充满一切 怎样莫能知啊 好 其实我们这些东西是怎样 我们没有办法去 用我们人的一个 一个思维 或人的一个 根根成交涉 因为他本身不属于成的部分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觉察到 菩萨的一个这样 他的到底是 他的智慧 他的很多的一个视线 这是不是我们用 一般众生的这个根根成 就可以这样去思维出来的 所以这些东西 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 所以在佛经上面 很多说讲究所谓的不可思议就是这样 好 我们根根成交涉所看的是这样 虚幻啊 对不对 好 那你唯有跳脱根根成的一个交涉 好 用智慧的一个方式去看 你才可以看到 清楚 才能够跟这样 佛菩萨的一个相应 好 所以 执心呢 静明一管 一切自为朝 有没有 自啊 很重要 如果我们可以用执心 你看他在那个 这个 这一部 华元经 光是讲到现在 就已经讲到第二个执心了 对不对 所以 就知道众生的心有多么的欺缺 台语有一种话叫欺缺 对不对 欺缺其实形容得很好 弯弯曲曲的 那很多东西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嘛 可是众生他就一直敷衍 然后一直一直这样 眼神 然后一直在那边 人家说 那个台语有一个叫什么 叫尴尬 就是他们一直在那边缴获缴缴 然后把烦恼越缴获越多越烦 然后就觉得 哇这世间很多东西都无奈 很多东西都不可解 那事实上呢 如果我们怎样 看清楚这世间上的这些 我们能由 蓝三子所想的这些事 看清楚的话 我们自然而然怎样 不会在这当中去缴获了嘛 就像是那个身为属下的 那个女众的居士啊 他也看清楚自己的角色 那他该做的他做 员工的部分他该做的做 他不会去缴获老板的 应该属于老板的全责当中的事啊 所以众生常常都看不清楚自己的 那个角色 看不清楚自己立场 所以在很多事情上面 都会有很多的那个缴获 琢磨 然后就开始这样 起很多烦恼 那其实老板的角度 很难 老板的角度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想赚钱嘛 对不对 所以他跟员工如果能够 其实聪明的老板是让 老板的利益跟员工的利益 能够这样结在一起啊 那这样子的话 员工自然会尽力 那可是一般的老板 都只看到眼前的利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老板跟员工的角度常常都在对立当中 这就是资方跟老方 常常都对立的原因就在这边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菩萨智慧海言说不可敬 哇说不完啊 那世界高无善啊 与比这样无所拙 世界上这些东西啊 对于菩萨来讲这样 他没有任何可执着的 不管是最高的啊 最上的啊 这些对于这样 菩萨这样都没有任何执着性的 你说世界上的这些最富贵的 世界上这些最有钱的 世界上这些最怎么样的 对菩萨来讲这样 他根本没有任何执着性啊 所以动不了他 所以这就需要禅定了 这就需要禅定 所以禅明呢 智慧三 奸正不行动 你世间这些所有的诱惑 对菩萨来讲都没什么 所以 以菩萨来讲的话 他不会被这些外境给这样牵着走 这其实就众生跟菩萨的一个差别 众生常常都是看到这外境就开始 心就开始起伏了 看到讨厌的人 哇气得要死 看到喜欢的人呢 然后有时候求不得 也是很生气 然后或者是看到喜欢的人呢 然后他的心开始又又开始浮动 所以众生其实都是忙这些 那菩萨 以菩萨来讲 世间的这些法 他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 所以这世间的高无上这些东西啊 不管再怎么样的一个殊胜 再怎么样一样 对他来讲这样 没有任何的诱惑力啊 大家想看看 如果 大家在沙漠的地方看到海市圣楼 你知道这个是海市圣楼 那你在海市圣楼当中呢 你看到一个很大的珠宝 你看到一栋很大的房子 你看到很多的豪车 你看到很多的财宝富贵 你会觉得你想要去拿他吗 不会嘛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这些都是这样 如梦幻泡影啊 好 所以对菩萨来讲 他看这世间就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 当他不为 很多东西不为所动的时候 才有办法这样看清楚这世间 不是我们之前 嗯 有没有 这首书是所写的歌诗 有没有 横看层顶侧层风啊 远近高低各不同啊 不是原生真面目 只原生在此生中啊 对不对 众生就是因为 生在此生中 所以这样 看不清楚这世间的真实相 好 那菩萨不一样 菩萨这样清清楚楚 所以 在海市圣楼当中 他知道 这就是海市圣楼啊 这如梦幻泡影啊 所以要看到再富贵 再豪华 再怎么样 他也这样 不为所动了 好 就是好像我们现在看那个 那个 像 举个例子 有些人说 郭台梅很有钱啊 那谁很有钱啊 可是 同学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佛经当中 有所谓的转人圣丸 他掌管四大洲的财富 你拿他的财富跟那个 那个四大洲的财富 比根本这样 九牛玉毛都比不上 对不对 所以 很多东西 我们在比较之后 我们会觉得这样 世间这些东西其实这样 哇 也没有什么好抓取的 那么少 众生 这一点点也在那边 执着抓取 执着抓取 好 那我们再把这首记子 我们就这种 那个华严经 我们就看到那个 等一下的那个菩萨清两院 那个地方 好 那若有清净者呢 即得同匹会 哇多好 好 如果能够清净的话 就是清净这些啊 该做的 有没有 这些有没有 禅定啊 这些 然后或者是我们的看法 我们的想法 如果能够跟菩萨这样 同步的话 这样 就能够这样 得到的跟菩萨一样的智慧啊 那住至虚弥底啊 普观一切事 所以他住在 我们是在这世间当中啊 所以看不清楚这世间 对不对 可是以菩萨他的高度 他住在那个智慧的虚弥顶 所以怎样看这世间 都是这样清清楚楚的 我们就说华严经这部经啊 其实就是菩萨呢 他怎样看这世间 然后把自己的想法怎样 如实的写出来 我们说看到一张桌子 就一张桌子 看到几张椅子 就几张椅子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一般的众生认为 可是一般的众生在看菩萨的境界 他觉得很玄奇 对不对 会常常用一些玄啊 妙啊 奇啊这些来形容佛经里面的一些内容 可是以菩萨的角度 他看事情 本来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身心如金肝 如果同学 这身心就是信心啊 一般你如果能够这样 对佛法有身性的信心的话 你的心就像金肝一样这样 一切息坚固 这非常坚固这样 三宝一切至信心不可坏 就是这样 我们不会被这样 起了退心啊 那如果能够这样 就能够降伏一切磨灭 那个除灭诸烦恼 安住这样 安住无所谓啊 这样多好 对不对 像现在 以一般的那个遇到一个疾病 哇 我们有时候会问一下 现在有没有 就是说产生 因为这个疾病啊 然后就是 这个一般的 之前应该是称 类似瘟疫啊 或是那种病毒式的感染 有没有影响啊 因为像有些人就说 经济上会有一些影响 然后就开始害怕 未来怎么办 其实 以菩萨来讲的话 如果能够看这世间看得清楚的话 他安住无所谓 他不会害怕任何事情 那他除了他自己不会害怕 他也这样 让众生怎样 安住无所谓 这很重要是让众生啊 众生常常都怕这个怕那个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 能够降伏众生的烦恼 能够让众生心 能够清静的 这就叫做菩萨 所以一切像 一切都是这样 菩萨所在啊 所以杜托诸群生啊 那这边啊 讲到兴起这样 大慈云 普复一切 我们慈悲 慈悲 慈悲就像云一样 大悲的殿 照明这个世间啊 然后普雷这样 雷正那个法红阴啊 那四变 这边讲四变 四变 其实以菩萨的角度又称为四字 四无碍字 这是那个菩萨他说法的一个字变 第一个叫做法无碍 也就是啊 这些名句啊 文啊 都能够诠释 这就名为法 那于教法当中没有任何自爱性 这就叫法无碍 也就是说所有的法 他都清清楚楚 他没有任何自爱性 所以这个要能够法无碍 背后是什么 字嘛 所以这又称为这样 世无碍字 那再来第二个义无碍 知道教法 他所全的义理 没有任何自爱性 也就是诠释 第一个是这样 法本身 第二个呢 对于这个法的一个诠释 这些义理他都能够懂 那再来第三个持无碍 持无碍就是这样 对于种种的方言啊 我们常常说讲经说法 有时候那个种种啊 有那个台语客家话 种种啊 他都能够怎样 通达无碍 所以以菩萨来讲的话 他有词无碍 然后再来乐说无碍 又称为这样 便说无碍 他对于众生的这些烦恼 这些他都很清楚 所以他能够把众生的烦恼 很多方面这样 这样的清清楚楚 这就叫做 事无碍至 也叫做事无碍变 那除灭了这些烦恼火呢 安住一切意 那白净法为成 这些都是清净法 很重要 我们心要清净 那智慧为墙壁 那无上至楼阁啊 那这些惭愧这样为生前 这就其实都是一种形容啊 好像建立起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城堡 这个城堡当中就是这样 要除了灭除烦恼火 然后还要有白净法 然后还要有无上至 这样才可以形容成一个这样 很坚固的一个城堡 三空解脱门啊 然后正念为防守 正念也很重要 那在士道 士道的话 这边同学可以参考看看 士道的话 他这边就是有四种的设境 一个叫加行进 也就是三贤四三根这些位 三贤四三根位啊 加力而行啊 那三学之位 第二个是无间道 那再来还有所谓的减脱道 那第四个是怎样 圣经道 这位同学可以参考看看 这些都是修行当中的这些种种的 能够趋向于 趋向于就是 那个虐盘啊 趋向于虐盘 那后面他也有开始形容啊 他见无上的法传呢 灭除一切魔 能够垂灭一切魔 如果能够我们能够这样 在这无上的法当中 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的话 那自然而然怎样 我们这些贪生思烦恼 自然而然就没了 我们就是因为 对这些世间的法不清楚 然后对就是被六根跟层 那个六层当中的 这些东西所迷惑 所以没有办法清楚的知道 那如果我们能够见无上的法传 就能够怎样 灭除我们的这些贪生思 这些念头啊 那法身金四鸟 这形容的很好 那法身金四鸟呢 他就以这样 事如意为主 也就是 我们 事如意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禅定 定的 定力的部分 那 慈悲鸣敬眼 注意切自处啊 然后 这个我们的菩萨金四鸟 菩萨就好像这样 金四鸟的那个王啊 生死大海中啊 然后伯措 伯措就是抓取 抓取啊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 也很希望这样啊 那个菩萨就好像金四鸟啊 往来在大海 那个生死的大海当中啊 然后把这些 因为大家知道金四鸟就是吃龙 所以他去抓龙 他好像就是 把这些人跟天这样 天或是天人啊 都能够怎样 安置在 从 那个生死的死案 怎样 放到怎样 能够怎样 解脱生死的彼案啊 好 这样抓过去就好了 好 要不要 所以菩萨的慈悲 都在忙这个事情 八字 众生从 生死的死案这样 抓到怎样 虐盘的这样 彼案 好 那我们看到啊 禁戒这样 圆满日啊 清净至光明 这些自然能够这样 如果我们可以 持禁戒 有没有发现 戒 在华严经当中 你看 他是菩萨的禁戒 可是怎样 也一直在讲戒 所以同学不要认为 有任何法门 可以不用持戒 以菩萨禁戒来讲 戒还是怎样 很重要啊 你要能够成菩萨 当中怎样 禁戒要怎样 圆满 然后呢 清净至光明 身足为 即行 消解 爱欲谁 有没有 你看第十五一首的那个相识啊 那都是爱欲啊 喜欢 然后就开始在那边沉溺 得不到 然后有些人就发愿 像有时候我们看有些人发愿也蛮恐怖啊 要生生世世都在一起 这个同学想看看如果下辈子两个都是 就是两个都是姐妹 或者两个都是女的 或者两个都是怎么样的时候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你发愿 你发誓说要生生世世都在一起 那也要想到后果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都沉溺在这个爱欲当中啊 然后就开始没有那种正知正见 没有办法去发像佛菩萨一样发出正确的愿 常常就这样子 我们就举例啊 有一个师姐她就说 她那时候离婚 然后生了三个小孩子 一般来讲我们要发愿就希望这三个小子 小孩子都能够很有智慧啊 好好的成长 这样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师姐就发愿 她想要把这个三个小孩子都接回来 那这样的愿同学有没有问题啊 有嘛对不对 怎样的情形下 她会把这个三个小孩子都接回来 就是这样 三个小孩子都过不好的情形下嘛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不是在祝福小孩子啊 对不对 我们如果以佛菩萨的角度在祝福众生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她怎样 不管她会不会跟我们在一起 就算我们一年看她一次 一个月看她一次 我们也希望这小孩子是怎样 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然后能够怎样 有智慧的去成长 甚至于她因缘性成熟的时候 还能够拿起 就是让她一起来学佛 对不对 这不是就是所谓的真正的那个菩萨的一个想法嘛 可是众生呢就是这样发愿 哇我要把这三个小孩子接回来 后面真的满她的愿 大儿子也不听话 她大儿子接回来说哇那个烦的 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接受她 因为很叛逆 跟学生打架 跟老师也是打架 那那个妈妈就一直去拜托学校 拜托到有学校拜托到没学校 那当中她的那个折磨挣扎 忙了就都在忙这些 那二儿子接回来 二儿子 他那个二儿子习性是比较聪明的 反正今天呢 在那个爸爸那边呆得不愉快 她就跑到妈妈这边 妈妈这边有什么事情要她改变 或者她怎么样 她觉得不好 她不想要她就跑回爸爸那边 所以这样小孩子这样也不好教 她那女儿也是 那也都很麻烦 女儿也是 有时候 这样的家庭 有时候那个接触的小孩子都 没有安全感 然后很多东西都会 对于那种恋爱或是很多方面 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观感 所以 后面那个女儿也是很麻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你发这个爱欲的愿 也就是希望三个小孩子结回来 真的结回来 烦到烦恼死了 所以我们 为什么要在世上能够圆满的原因 就在这边 你如果 世间上的这些事 你都没有看得清楚 看得透彻的时候 你如何能够去想到要去修行呢 对不对 像这个师姐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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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我们说看不清楚 一下子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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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辈子过去了 对不对 就忙 他大儿子忙二儿子 二儿子忙完这样 小女儿 然后咚咚咚咚咚咚咚 又一辈子过去了 这就是众生 众生就这样 你看他这边绝肠业众生 长养根利药 这些能够 还是要这样 让这些众生 在这些产业都很难 都是苦 充满了苦的这些众生 能够这样 让这些众生能够这样 长养他的性根 还有他的一个性力 还有他的种种的经济 跟经济力 这些种种 那众生能够这样 赶快想到要修行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 以菩萨的定义来讲的话 不要去执着那个像 只要能够让众生想修行的 一切都是这样 菩萨四限 例如说这一件事件 也许师姐她因为接受 听了一个记子 听了一首诗 知道这世间法都是这样 对三个小孩子 他有 该带大也带大了 他自己会有一套想法 然后好好去修行 那也好 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 菩萨的一种视线 好 那也希望就是菩萨能够视线 那所有众生都能够这样 真正想到要修行 要不然 玩不玩 玩不玩 好 那以菩萨的明镜日 一切无不照 同学一定会觉得 菩萨 都没有这样来关照我 都是关照别人 可是你看这句话 有没有 一切无不照 我没有被照到 只是这样 自己没有知觉 对 我们就有时候就看到说 那个佛经院有讲说 有时候那个 那个视线 那个拉力狗 全身长满皮肤病的 那个狗 其实也是文殊菩萨的视线 可是众生因为执着于像 好 庚庚成教授 这个就认为他这样 他就是一个拉皮狗 对不对 可是这拉皮狗 其实这样 如果你以亲近眼来看 他就是文殊菩萨 所以众生这样 看不到 所以就认为没有 其实这样 菩萨这样 菩萨 以菩萨 他是很平等的 他不会说今天跟他 比较好的众生 他才照他 今天跟他不好的众生 他就不理他 一般这个都是众生的一个想法 以菩萨的一个角度 哇 只要怎样 需要 需要一切这样 需要不需要 或是怎么样 没有任何的 第二种的 就是所谓的不恶 有没有 一切无不照 通通都照 通通都照 那圆满法界月 众生观无业 所以 让这个 那个法界的那个月 能够圆满 然后众生能够观无业 就这样 看到菩萨这样这么专业 同学有没有想修啊 他众生观不愿就开始这样 哇 原来世间法 是这个样子而已 那我们怎样 赶快发愿 下辈子 不要再玩这些了 我们就能够发起精心心 能够这样 好好修行 不要再 一直在转 一直在转 转到没完没了 好 那菩萨呢 也这样 硬币 这个光芒啊 能够怎样 连二圣的众生 他也怎样 照得到啊 一般 一般的人都会认为二圣 就是那个 身文跟原觉 小圣啊 对不对 可是菩萨他没有分别 所以怎样 二圣他也照 小智荧光 荧火光 能够让这些 二圣的众生呢 能够产生一些 小智荧火光也好 对不对 所以菩萨 我们可以发现 还没有大小之分 他不是说 大圣的根器他还度 小圣他不度 小圣他有小智 他就让他怎样 发出那个荧光 云火光啊 所以回到我们这个句子啦 菩萨清凉月 由于必进空啊 我们之前讲了啦 众生都在五蕴的炽热当中啊 在那边 长夜慢慢 那可是以菩萨呢 他就是这样 像月亮一般的这样 清凉 清净 这个清凉 其实就是因为他没有烦恼 没有任何执着性 没有任何烦恼 所以他能够清凉啊 那众生为什么不清凉 因为烦恼吃了 那五蕴你这样 被这些烦恼给这样 就是这样 都在这些烦恼当中啊 所以产生种种的刺恼 那菩萨呢 清凉月是由于这样 必进空啊 对于这些种种的他都这样 没有任何执着抓取 连空本身都不抓取 才叫做必进空 那垂光照三界 他的那个光怎样 照三界 这些心法无不限 我们把看到这一页 看到这页把它看完 那自在诸法王呢 功德怎样 功德色延伸啊 所以这些 我们可以看到佛经常常都说 那个佛菩萨他都怎样 视线很庄严的颜色啊 这些色啊 这些光啊 就是因为这样 他的功德性啊 功德性 那他怎样 能够视线这一项佛的三十二项啊 那菩萨也是一样 也是让他视线就是 非常的庄严啊 那方便静置眼啊 能够安住在圣庙法 对这些圣庙的法都能够安住在这当中 那向好庄严生一切观无厌 对菩萨的这色身 众生就这样 观无厌啊 然后所以看到众 那个菩萨的这个殊圣跟庄严 众生才会生起这样信心啊 想到这样 他赶快好好修行啊 所以疲法自在亡啊 如法这样自众生啊 这些都是这样 用法 用法来自众生 同学们看到 如法 如佛所说的这些法呢 来自众生 他不会如自己的怎样 喜好 一般的人来讲 他会用什么 自己的爱好喜好 然后爱恨情仇啊 去自众生 可是以菩萨的角度呢 他怎样 他一切众生都平等了 所以他不会怎样 有喜欢不喜欢的众生 或是讨厌 或是怎么样的 他以用法这样 去自众生 然后让众生能够除灭欲烦恼呢 超出于三界 常热情修行 然后慈悲加西蛇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菩萨来讲 慈悲西蛇 这很重要 那我们回到这个 记者当中 记者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菩萨清两夜 由于必经空 垂光照三界 心法无限 非常的 这首诗 记者非常的庄严 那这样就相应于 这个寒三子的这首诗 也是一样 那我们往下看 五十一首相识 我们刚才讲了 那五十二首的消息 也是一样 就是让众生知道 生死 其实是一瞬间 所以 该做什么 要赶快 要把握时间 那无尽沧海啊 或者是蜀热啊 热苦啊 名利颠倒 这些都是 在叙述我们 的根根层交涉 都以这些为主 那心静意热跟少年 其实同学看 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也是都在描写 我们就是抓取 抓取这个 这个 五蕴啊 为真实 那我们直接看到六十四首的烦恼 他在三十九页 其实他这个讲的就是众生的一个 一辈子 都在忙这些 我们可以看一下 众生呢 一般就层次 怎样 朽木船 有些时候 我们就用我们这个设身 认为我们这设身很坚固 对不对 大家一定希望能够到百年 百年 可是事实上这样 真的就好像朽木一样 朽木的船在海当中是怎样 很脆弱的耶 对不对 今天消灭像这样子一个 一个病毒就死了上万的人 所以我们这个设身 其实是非常的脆弱的 但是众生都执着抓取 硬是认为他是一个很坚强的船 可以活到百年 可是很多东西都很难讲 那我们这个设身呢 在这个六道当中 轮回啊 然后彩皮 怎样 愣婆子 愣婆同学 可以看一下 以下同影片 他是一种树的名字 那叶子很苦呢 可足为这样 喝的 你可以把它煮成饮料 然后致头痛 然后如间这样 苦练树 他这就是苦练树 那这个就是彩皮这样 苦练树的种子 很苦啊 对不对 我们众生就承认我们这种设身 认为为真实的设身 然后一直在这当中这样 苦苦苦苦苦啊 抓取一道就苦啊 然后行至怎样 大海中啊 泼烂腹不止 一直在这生死的轮回当中这样 一直在轮回啊 然后都不停止啊 那为继一树梁 然后怎样 去岸三千里 在修行当中啊 我们刚才看到菩萨的境界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到 戴华元经里面有讲到怎样 五度嘛 还有讲到菩萨嘛 还有讲到持戒圆满 还有讲到这些 自道啊 这些该做的这些事情嘛 可是众生的这些都还没有这样 做到只有做到一点点而已啊 所以只有持怎样 一树的梁啊 那个资梁是不够的 我们修行当中我们有讲资梁啊 什么是资梁 也就是说同学你要从生死的此岸 要到那个生死解脱的彼岸呢 当中呢 你必须要怎样 就像是渡海水一样啊 你要有资梁才能够怎样 从此岸到彼岸啊 这些我们所做的这些修行 其实就是这样 资梁啊 这些资梁 那但是呢 我们只是这样存了一宿 一个晚上的资梁而已耶 可是你要怎样 哇 那个两岸当中差了三千里耶 对不对 你一夜的资梁怎么够呢 对不对 所以 只能够怎样 一直在轮回当中啊 那烦恼从何生啊 愁灾啊 这样冤枯起 我们的烦恼都从哪里来呢 啊 愁啊 愁啊 都是这样 我们跟这个苦啊 这样一直相应啊 都是因为我们缘这个苦啊 所以 这边其实 讲烦恼也对了 因为众生其实 没有跟菩萨僵硬都是这样 在苦当中啊 然后就一直在当中 一直打转一直轮回啊 好 所以我们的烦恼是从哪里来 因为这样 我们都一直跟 这个苦交涉啊 同学为什么跟苦交涉 想看看 为什么说我们一直跟苦交涉 同学问问自己啊 我们都在忙什么 都在忙什么 他这边有一首记子 我记得好像在前面有一首记子 他写到的是有一个 三十几岁的一个壮年人 壮年人 那他也都是在 都是一样 都是在吃喝玩乐当中 那也都是一样过他的生活 可是这些生活 其实都是这样 还是在业力当中啊 就算他 我们看一下五十三页 他这边讲到无尽 对不对 他说可怜好丈夫啊 他是好丈夫大概就是三十岁左右 年近三十 那很有才干啊 那这个一样啊 跟人家不管是骑马比赛啊 或者是摄影师啊 招待朋友啊 这些都是这样 平凡的乐趣啊 那可是他怎样 没有造这些善根功德啊 就怎样 等于是二业 为什么 因为我们累生累劫当中 之前还有所谓的业力在啊 那你如果在这当中 你不修行的话 就像是天人同学 看看天人 天人他其实也都是在享乐当中啊 对不对 可是他因为他不修行 他不申请怎样 想修行的心 所以这都是这样 在造业啊 对不对 所以不畏这样 无尽灯而劳益众生啊 这就怎样 没完没了啊 所以他这边讲到 愁灾缘苦起啊 因为众生都在做一些怎样 跟苦相应的这些行为啊 所以自然而然就趋向于苦啊 那如果我们能够跟佛菩萨相应的话 自然而然就趋向于佛啊 对不对 跟佛 跟法 那个第一异地啊 跟佛啊 跟如来藏相应 那可是如果我们都在 这些啊 像这个所谓的无尽啊 或者是在这边讲 都缘苦啊 都跟这个缘这样 都跟苦相应的话 那自然而然都是在轮回当中啊 都是坐下怎样 这些轮回的因啊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六十五页 六十五首 六十五首 那个枯木的部分 好 那这边讲到啊 我们一般的人啊 有些人啊 默默永无缘啊 然后重后生何所述 如果你都没有讲任何话的话 后代的那些人啊 怎么样去讲叙述你啊 那有些人呢 隐居在灵手当中啊 隐居在山林当中啊 那这样的我们智慧的光辉啊 怎么照耀出来 也就是我们的智慧要怎样出啊 这就是 这个在讲什么呢 其实就在讲我们一般的世间人啊 如果你都在世间这样子 一直打转啊 然后没有去想到要修行啊 那我们的这样 智日怎么样能够呈现出来呢 对不对 隐居在灵手也就是这样 我们都在这世间当中这样 每天这样子一天过一天 然后一日过一日啊 像刚才所说的这个 哨状的部分啊 也就是那个 三十几岁了啊 然后很赚年啊 可是他不修行 他都在世间上的那个 那这样子的话 是我们的智慧 是没有办法真的显现出来的 那这首这首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刚才 讲的这个 有没有 同学来看一下这首诗 有没有 我们刚才讲的菩萨清凉月 常游必尽空 众生心水尽菩提引现中啊 对不对 如果我们怎样 众生的心不清净的话 就没有办法现出菩提啊 对不对 智慧就没有办法产生了 那我们一直在这世间当中就 顺着这些世间的这些贪嗔痴啊 轮回啊 一直在这个当中打转的话 那你没有去 让你的心清净 智慧怎么有办法出来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就 从这边可以看出来什么是修行 修行就是这样 让我们的心清净 不要一直跟这些烦恼 跟这些贪嗔痴是怎样相应 不要跟这些烦恼跟贪嗔痴相应 那枯搞非奸位 风酸呈腰疾啊 这些就是讲我们这设身啊 那我们这好像觉得我们这设身 好像一百年啊 好像很坚固对不对 好像其实这一次的那个 那个就可以告诉我们 其实这样 很多事情怎样 只要稍微一点点疾病 或是什么东西 其实这样 我们这设身很脆弱啊 或者是这样 有些来一点风酸啊 我们就这样 生病了 然后就往生了 好 那土牛跟石田呢 未有得到日啊 同学有没有看到这个 一般人有些说摸摸头啊 就可以成佛啊 或者是你不用做任何的努力 你不用去面对你自己的贪嗔痴 就能够成佛啊 就好像这句话 土牛跟石田啊 未有得到食啊 所以同学 我们没有去面对我们自己的这样 内心里面这些贪嗔痴 你说你要能够能够得到得到日 也就是这样 这得到日有没有 那个道有没有 有没有像是我们那个修行成道 那个道字啊 得道字有没有 是不是有一点同音 也就是 我们要能够成佛就要怎样 该做就要去做啊 像刚才 那个 虽然在寒山子上说 有讲到 无物可比伦 叫我如何说 可是 华言经里面也清清楚楚这样 说了很多我们该做的事情 你要能够到菩萨的境界 菩萨在忙些什么 那菩萨怎么样为众生付出 那菩萨他做什么 做了些什么 可以成为这些菩萨 所以 我们才能够这样 清清楚楚的去了知啊 好 那同学 这个后面就在自己看 好我们直接看到 第七十首的 混沌 快哉回沌生 不犯义不尿 遭得谁专着 因之立久俏 遭遭未依食 然后碎碎的 愁租掉 千个争一千 巨头的 哇密掉 这其实他这一首 诗呢 其实有跟那个 庄子的这个印帝王 这个有相应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故事 我们看完这个故事再来讲 这首诗同学会比较清楚 他说有个南海呢 他这个他里面的帝王叫树 那北海呢 这个地呢 叫做那个乎 那中 中间呢 这个地呢 叫做混沌 那树跟乎呢 相遇啊 于混沌的地方 那混沌就给带 他们两个很好啊 招待他们啊 对他们很好啊 所以有时候你看 你对人家好 人家我也比会对你好啊 那树跟乎就开始说 哎呀那他要报答 所以我们常常说有时候 你认为的对别人好 有时候在因缘性上的和和 到后面未必是好啊 所以这个树跟乎就想说 哎呀要报答他 然后他就说哎 人皆有七窍 人都有七个这样 七个孔啊 所以怎样 他就这样 他就这样 以四啊 然后还有听 眼睛两个嘛 耳朵这样 两个嘛 然后 十 嘴巴一个 呼吸两个嘛 加起来一共这样 七个 所以他就开始这样 把他 此毒乌有 只有这个混沌 他是没有这七窍的 所以这两个人呢 他认为他是很好心 就这样 尝试的去这样 挖 挖 然后每天呢 挖一窍 然后七天之后啊 这个这样 混沌就死了 这其实就是 同学有没有看到这个很像 我们在讲的那个 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 有没有 这六根啊 有没有 我们本来是一切都亲近嘛 对不对 那因为我们根根成交涉 以这为食的时候 怎样 抓取这个为食 然后所以我们离我们的如来藏 越来越远嘛 那这个故事是跟这个 其实很相应 对不对 很相应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一般众生其实就是这样 都认为 他没有蹊跷我们把他弄 然后那他那个 可是其实很多东西都很难讲 很难讲 我们自己都认为是这样 可是很多东西 不一定是那样子 不一定是那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回到这首诗里面讲的 快哉回蹲伸 因为他没有气孔嘛 对不对 蹊跷 所以他怎样 不犯亦不尿 没得吃嘛 不用吃嘛 对不对 没嘴巴不用吃嘛 然后也没吃 自然怎样也不尿 然后可是呢 他到底是招谁啊 去把他怎样 装着 因之利久俏 在那个装使那边是讲的 是那个七俏 那在这边的话 他讲的是这样 九孔 装着九孔 头七还有一个孕二 你给我加起来是九孔 那 糟糟为衣食啊 每天每天怎样 同学 如果没有这酒窍的时候啊 你不用吃也不用尿 然后也不用那个忙 也不用一张嘴巴一直讲 对不对 那这些就都不用衣食什么东西都不要 可是当你这酒窍都出来的时候 这样 每天就开始这样 糟糟为衣食 每天都在为我们的衣啊 食啊 忙啊 没有嘴要不要吃啊 就不用吃啊 对不对就不用煮啊 因为有一个家庭主妇就说 他为了要煮饭 早上开始起来要 开始去买菜 然后中间要起菜 然后后面煮出饭来 煮出菜来 然后到后面还要洗碗 几乎一个半天 或者是到晚中午又要煮 然后晚上又要煮 几乎一天就都忙在那煮上面了 那除了煮以外还有衣啊 要穿这个衣服啊 所以这样 朝朝每天都在忙这个啊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税税这样愁租掉 也就是这样租税啊 我们除了那个有些人房子 那个就是为了有一间房子啊 或为了去租房子啊 每天都烦恼这个啊 烦恼阿姨复得出来 复不出来啊 看到没有 哇一千个人啊 为了争一钱啊 只是为了争一块钱在那边争 然后这样去头亡命叫 互相这样争才争去啊 撞到头这样 哇然后在那边叫救命啊 同学有没有发现 哇好写实喔 有没有 有些人 他的那个心啊 如果没有办法安静下来 没有办法看清楚一些实相的时候 他其实有些人啊 为了一块钱他也是这样 哇真成这样子啊 所以 我们看了其实就觉得这样 众生其实很可悲啊 很可怜啊 那如果我们没有看清楚 不觉得自己可怜 在这当中还是这样 觉得很好玩的话 那这样 那菩萨在怎么这样 叫大家好好修行这样 大家也是这样 没听到没看到 耳朵遮起来 然后眼睛也这样遮起来 好 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一起来做回向 大众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山峨 那至这一切 最后一切 大众 一切 大众 不知 不知 一切 大众 回事 一切 大众 大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